这个女人一下飞机 就发现一个男人笑着不停盯着自己 女人内心窃喜也微笑回应 此时男人身边的女友看不下去连忙拉走了 可虚荣心爆棚的女人可不允许男人就这样忽视自己 竟然走到了两人身边 刻意询问男人现在几点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年代的手机啊 连时间都没有啊 够一麦的老板 出窗轨迹后的甘雅毫不在意 拎着行李箱就来到了表姐家想要借助一段时间 表姐娜娜很担心她的到来 会让丈夫塔恩感到不舒服 于是小心翼翼地询问她的意见 没想到塔恩听后欣然答应 还让甘雅先住到她的书房里 结果第二天塔恩来到书房拿自己的门键 却发现甘雅没穿衣服睡在床上 随后甘雅又穿得很清凉走了出来 在娜娜女儿小达天真无邪的疑问下 甘雅向小孩子解释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才这样穿 紧接着自告费勇地代替娜娜送小达上校车 经过塔恩时还故意用自己最柔软的肌肤去碰她 两人接触的一瞬间 塔恩平静的内心也不禁泛起涟漪 随后娜娜跟塔恩的妹妹吐槽甘雅的行为 小脖子劝她长辞以往这样下去不行 建议她去给甘雅买一套睡衣 娜娜听后火速感去商场 但是甘雅看到睡衣后却嫌弃太过吐气 最后在娜娜百般劝说下才勉强同意 晚上塔恩早早下班回家 甘雅又趁娜娜在厨房盲着之际 自作主张地给塔恩送去水果 没想到塔恩这时正拖完衣服再凉快 听到敲门声还以为是妻子 于是就让她进来了 一看到是班雅 连忙尴尬地重新把衣服穿了起来 丹雅不仅不慢地把水果放在桌上 转身看到床上有一个装鞋子的袋子 于是便提出想看一看 好 这种颜色可适合我吧 让我试试吧 没见过这样无理的要求 塔恩本想拒绝 但此时的丹雅不等同意就自顾自地穿了起来 等到和娜娜独处的时候 丹雅又提出可以帮忙洗碗 或者看着小达和塔恩哥也行 娜娜听到她看似玩笑的话后有些不舒服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几人没坐在一起吃饭时 没想到丹雅又开始作妖 把塔恩给娜娜准备的惊喜直接说了出来 塔恩为了保持神秘感故意讲没什么 但在娜娜看来 只属于两人的秘密互动却让她成了局外人 还好晚上塔恩就拿出了那双鞋子送给她 娜娜看到后瞬间开心地像个孩子 深夜等到她熟睡后 丹雅又故意穿得很清凉来到厨房 看到塔恩后询问她家里有没有白蓝地 塔恩放下手中的杯子缓缓走近她 心机女还以为自己的魅力已经势不可挡 谁要塔恩只是伸手去开她身后的柜子拿酒而已 随后塔恩回到卧室看一眼熟睡中的妻子 想到这几天丹雅在自己眼前放来放去的身影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塔恩去上班前正和娜娜力来 抬眼却看到二楼的丹雅正以一种不可名状的复杂眼神看着他们 塔恩走后丹雅就向娜娜提出想要一直住在她的家里 看娜娜有些犹豫 又接着赖采说自己现在真的一无所有 妈妈去世后爸爸又另娶他人 真的没有在乎过她过得好不好 可以吗 娜娜姐 让我住在这里 娜娜听后心疼地表示要跟塔恩商量一下 心机女见墓地达成父亲窃喜 娜娜来到车店找小姑子倾诉 没想到小姑子听了后 直接劝娜娜娜拒绝她 此时的娜娜还没意识到危险 说小姑子小题大做 如果你外出办事啊 让他们两个单独待在一起的话 或者大半夜他俩坐在楼下探电视 你能接受吗 你不能 而此时在家里闲不住的干眼 已经开始近乎变态地接近两人的生活领域 逃在夫妻俩的床上露出胜利者的姿态 然后再偷偷穿上娜娜的红色高跟鞋 在家里扭来扭去 头戴耳机的她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 说不知这时娜娜已经到了家 看到那一抹鲜艳的红色觉得很是刺眼 三步并坐两步上前拿掉干眼头上的耳机 质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穿着她的高跟鞋 因为很漂亮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你不管和神住在一起 就在我们之间是姐妹 你也不能够这么做 甘雅不服气地脱下鞋子 然后起身盛气灵灵告诉娜娜 不知道为什么娜娜姐 越知道主人在乎的 我就越想得到 娜娜忍不住脱口而出 就是因为你这样做 其他人才 话还没说完敏感的甘雅直接到达一耙 说娜娜和其他人没有区别 最终也不愿意跟她住在一起 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她 所有人都嫌弃她 这一招成功把娜娜给整翁了 善良的她甚至以为自己刚刚的话说得太重了 追着甘雅直到楼下 没想到却被新鸡女一把甩开 晚上塔恩开车回家 却在家附近遇到了特意等在那里的甘雅 得知她偷穿了娜娜的高跟鞋 塔恩非但没有责怪她的越界 还让她跟自己早点回家 此时的甘雅又开始吊起了小珍珠 假装柔乐地表示没想到还会有人担心她 随后为了避嫌 两人特意分开回家 娜娜看到甘雅回来后 连忙迎上去关心她 新鸡女这时趁机道歉 没多时塔恩就拎着包也回来了 两人一同坐着等待娜娜去给她们弄夜宵 深夜塔恩睡下后 娜娜在给她整理衣服时 突然闻到了一股不属于自己的香水味 隔天塔恩同意让甘雅留下来 娜娜还在为她说话承诺不会太久的 两天后 塔恩的公司要扩招 她就推荐了甘雅前去应聘 甘雅找遍了自己所有的鞋都没有合适的 这时塔恩来催促她 等到娜娜送完小达上校车后 就又看到了丹雅穿着自己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不同的是这次是塔恩让她穿的 娜娜本想去给她再找一双蓝 没想到塔恩却说来不及了 就这样两人上了车 留娜娜一个人呆愣在原地 塔恩哥你帮了我这么多 你可真是个好人呢 这明目张胆的亲近 塔恩并没有表现出不满 还反而有点享受的样子 说不知自己的老婆在家里 提着水桶和挖布来到书房 再替丹雅辛勤的收拾房间 没想到却从垃圾桶里看到了破碎的全家福 疑惑之下她又从桌子上拿起一瓶香水闻了起来 和丈夫身上的味道反复对比之下 一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 与此同时 丹雅被塔恩的同事已没有工作经验刷掉 却没想到她那张善于工人的脸 却恰好遇到了公司老总 最后成功入职 塔恩为了帮她提前熟悉业务 甚至忘了下午要陪娜娜和小达吃饭 晚上丹雅先回到家 娜娜又在她的身上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水味 于是故意夸她的味道好闻 没想到丹雅却说可以跟她共享 因为是在美国来的 泰国现在还没有 娜娜听后十分紧觉寝 但没有证据也不好说什么 随后塔恩也回到了家 夫妻两人平常的亲密动作 却让丹雅看得很是嫉妒 对娜娜阴阳怪气地说她好福气 有塔恩哥这样的丈夫 娜娜走进房间问塔恩今天在干什么 给她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接 塔恩仿称自己一天都在忙着开会没有时间 娜娜明白她在撒谎 因为白天的时候她曾打电话到塔恩的办公室 同事们说发很早就走了 面对娜娜一远串的询问 塔恩唏嘘地躲到了浴室 娜娜忍不住拿起她刚换下来的衣服去闻 没想到又是熟悉的香水味道 这时塔恩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信息 娜娜没忍住划开了她的手机 谢谢塔恩周 请你为丹雅所作的仪器 男人本以为自己会成为新的销售部经理 谁知老板却安排了一个新人来和她竞争这个岗位 巧合的是这个人正好是自己的前女友 塔恩感到意外的同时也不得不当着老板的面欢迎她的到来 班牧民之所以一进公司就能获得这么高的职位 都是因为和老板酥茶有着非底寻常的亲密关系 随后她来到茶水间 在塔恩倒好的咖啡里 熟练地帮她加好奶和方糖 昔日情侣在见面没有见拿弩张 反而用最平稳的语气去询问对方过得怎么样 但在工作中 慕宁却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给员工制定了严格的上班制度 塔恩的妹夫被分配在她的手下工作 看到这种情况忍不住向塔恩抱怨 但塔恩却表现得很平淡 乐观地表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也说不定 晚上慕宁的欢迎酒会上 帅气的塔恩被一群花痴女围着开仗 慕宁看到后忍不住走到了她的身边 言语间都是慕宁对塔恩现在变得成熟伪重的单子 不过她也从谈话中得知塔恩已经结婚了 慕宁自感无趣只好恭喜她后准备离案 没想到却脚下一滑 好好塔恩及时接住了她 要送回家吗 塔恩选择给她叫了代驾司机 不仅熟练地背出了慕宁的电话号码 还体贴地给她安排了女司机 在酒精的作用下 慕宁再一次沦陷在男人的温柔里 几天后 塔恩的妻子娜娜来到商场给赞助在家里的表妹买睡衣 却无意中发现塔恩的公司正在这里做活动 娜娜开心地挤进了人群之中 恰好站到了慕宁身边 看着台上给幸运观众颁奖的老公很是骄傲 这时塔恩也注意到了台下的她 表人笑着隔空回应 慕宁看到后询问娜娜是不是认识塔恩 娜娜一眼幸福地说塔恩是她的老公 慕宁上下打量着朴素无华的娜娜 想不到塔恩怎么会娶了这样一个女人 随后塔恩在台上着重介绍了慕宁的身份 并邀请她上台 娜娜这才知道老公身边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同事 看着对方打扮得光鲜亮丽 再低头瞧一下自己充满油渍的衣服 娜娜顿时觉得失了老公的面子有些翻译 活动结束之后 慕宁来到他们身边想要认识一下娜娜 塔恩对两人做了介绍 娜娜简单打过招呼后就想离开现场 却在匆忙中撞上了别人 塔恩扶起她安慰说没有关系 慕宁看着貌似的她脸上则露出了复杂的笑容 几天后 慕宁来到塔恩的办公室商量工作 两人在查看电脑时 眼神意外碰到了一起 思慕相对之下 曾经相爱的记忆也随之而来 当年两人在一起时 总能听到塔恩的追求者打来电话 慕宁接受不了这样的情况最初选择分手 思绪回到现实后 两人的对视也被闯进来的妹夫打断 几天后慕宁找到塔恩 希望她能陪自己去吃饭 顺便讨论一下工作的问题 塔恩没有理由拒绝 随后就跟着慕宁来到了 两人从前常去的一家餐厅 没想到慕宁还记得塔恩最爱吃的烤肉饭 只是物是人非 塔恩雷晚的说已经不记得这家餐厅了 其实是在告诉慕宁两人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吃过饭后他们一起工作持续到晚上 娜娜和表妹吵架打电话给塔恩想要她早点回去 不曾想刚好赶上塔恩去了洗手间 电话是慕宁故意接的 她告诉娜娜塔恩不在 随后会让她给她回电话 但娜娜挂掉电话后却变得心神不宁 晚上塔恩回到家 娜娜给她按摩放松 试探性的开口说道 我今天打个电话给你 看到塔恩如此若无其事的回答 娜娜会心意笑安慰自己一定是想太多了 于是就放心了给塔恩整理换下来的衣服 没想到却突然闻到了衣服上强烈的香水味 没想到今天她和慕宁待在一起 娜娜的心意下子沉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娜娜得知过几天塔恩又要和慕宁一起去出差 出于担心北想询问香水的事情 但看到塔恩和女儿正玩得开心 又不知怎么拍口 隔天娜娜买了很多好吃的点心 送到了塔恩的公司 林总时慕宁开车出来送她 一眼就看到了她脚上穿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娜娜说这是塔恩几天前买给她了 孩子吵得表示和自己的穿衣风格不太大 慕宁称塔恩买这个颜色应该是想让她更光鲜亮的一些 但接下来她有意无意地表述着和塔恩过于亲近的言语 却令娜娜很不舒服 几天后塔恩带领的团队提出的方案在会议中迎过了出来乍到的慕宁 这让事业心强的她很是生气 觉得类似于塔恩内服这样的手下为她工作很不尽心 于是决定招聘几个新人来帮自己 但是当塔恩看到慕宁的招聘信息后 却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娜娜的表妹甘雅 这个新精女可不是省油的都 自从来投奔娜娜后就一直赖在家里 不仅有意无意地聊过塔恩 还趁娜娜不再偷穿她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这次来塔恩的公司面试 慕宁看着她毫无经验的履历很是诧异 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是吗 是的 但是所有的工作我都会学得很快的 因为你姐不在这里上班 不理她可以随时教你 是吗 丹雅保证入职后会公司分离 但碍于她是个工作小白 慕宁还是委婉地拒绝说要再考虑一下 接着就把她的简历随手放到了一边 甘雅很不服气地翻了个白眼 阴阳怪气地谢谢她给了这个面试的机会 还没有走出公司的甘雅遇到了老板苏查 凭借漂亮的外表成功获得了对方的好感 随后苏查来到慕宁的办公室让她录取甘雅 慕宁虽不情恋但也没有办法 同时对苏查亲自出马留下甘雅的做法很势不解 第二天塔恩带着甘雅来上班 没想到新精女不仅受到老板的特殊关照 就连公司的男同事也可大损快打成一片 塔恩看到这种情况 一种莫名的醋意涌上心头 妻子娜娜在丈夫的衣服上闻到了表妹的香水外 不敢相信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于是给妈妈打去电话 征求妈妈的意见想要让甘雅搬出去住 但不明真相的妈妈却让她在等等 毕竟甘雅的爸爸曾有恩于他们 至少让她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再出去住也不迟 话还没说完 丈夫塔恩就打扮了她 解释今天只是因为工作忙 才忘了答应她和女儿吃饭的事 那她本不想相信 但善良的她却耐不住塔恩看似真诚的道歉 看着夫妻雅拥抱和好时 楼上的丹雅却开始发疯的嫉妒 围到房间带着愤怒把东西扔了一地 第二天善于交际的丹雅利用自己的美貌 成功吸引全公司男同事的目光 然而她为了早点得到塔恩 故意亲近对她有意思的男同事 想要借机让塔恩生气吃醋 结果也正如她所预料 看到男同事送丹雅回来 塔恩粗意大发让她远离对方 你不喜欢那我和别人在一起 我也和你一样 这时早已看到甘雅走进书房的 娜娜正在忐忑的靠近 故曾想两人已经有所察觉及时分开 塔恩看到娜娜后绑称刚好完成工作 然后淡定自若地转身回了卧室 娜娜虽然没有抓到两人的把柄 但柔西有遇迹 娜娜走进来征求她的意见 想把她的办公桌搬进卧室 甚至为甘雅住在她的书房导致她没地方工作而抱歉 塔恩累了不引起她的怀疑果断答应 第二天依旧是男同事来接甘雅上班 塔恩脸上不悦的表情都被娜娜看在眼里 她想借送塔恩之际跟她聊一下自己出去工作的事情 不曾想塔恩只顾着忙于电话会议 丝毫没有听娜娜说话的意思 感受到丈夫态度转变的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于是打电话给不久前刚认识的车店主管瓦欣 希望能在她那里得到一份工作 两人的相遇还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那天娜娜去车店找身为销售员的小姑子 却刚好赶上店里缺少人手 这时隐瞒身份来视察的瓦欣假装顾客买车 小姑子只好拜托娜娜先帮自己顶一下 没想到却意外输出了独特的见解 但瓦欣眼前一辆当即决定拍下她介绍的那款车 而之后的购车过程中 瓦欣也渐渐发现娜娜有着很高的销售天赋 不应该只是委屈地做一个家庭主妇 于是表明自己的身份邀请她为自己工作 起初娜娜并不投意 但丈夫塔恩的态度却变得愈发冷淡 为了避免日后遭遇被判变得一无所有 她决定提前为自己和孩子打算 主动联系瓦欣想要重回职场 于是瓦欣对她的穿着打扮提出了意见 娜娜站在商场的镜子前 想到这些年家庭生活的摧残和瓦欣的建议 认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为此她特意做了头发还化了妆 仿佛又回到了结婚前的年轻状态 小波子也对娜娜突然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 得知她决定跟自己在一起工作时更加开心 于是突发起想拿出手机决定直播娜娜包饺子的过程 娜娜没有准备显得很是慌张 但她的视频一传到社交平台 就收获了大量的人群观看 塔恩回来后 虽然看到了娜娜的新发型 但却没有太多惊讶 最后还是在娜娜的询问下才敷衍地夸了两句 之所以她的情绪如此低迷 完全是因为甘雅被公司老板叫去出席了酒会 一直到现在还没回来 心情烦躁的她在娜娜的眼皮底下还在不停地翻看手机 结果就看到了心机女的绿茶发炎 这看似青春疼痛脑残的心理独白愣是让塔恩再也坐不住 于是跟娜娜谎称要出去透透气 不久之后 塔恩就在家的附近看到了醉醺醺回来的甘雅 她生气地想把她拉回家 没想到两人却摔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感受到什么的娜娜也看到了甘雅的那条洞 仿佛明白了塔恩出去的理由 眼泪瞬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非常喜欢你 你对我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 女人带妈妈回自己的家里站住 却看到了本该在上班的丈夫的鞋出现在门口 再联想到早上表妹声称生病没去工作 一直怀疑两人有着亲密关系的妻子娜娜再也无法当地 叫妈妈在楼下的客厅等着 那几则忐忑不安地走上了二楼表妹的房间 不曾想这时丈夫塔恩却从两人的卧室走出 娜娜吓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塔恩连忙上前体贴地询问她怎么了 并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上班时间回来 是因为衣服上不小心漠上了墨水 看着丈夫波澜不惊的样子 此时的娜娜才慢慢谎过神说自己没事 塔恩走后 不放心的娜娜连忙跑到卧室求证 在看到衣服上的墨水后习惯性地闻了一下 没想到竟然又是熟悉的香水呗 于是再也抑制不住怒气跑去表妹甘雅的房间想要置卫 不曾想妈妈不知什么时候上了楼 还十分心疼生病的甘雅 不停地在一旁照顾 娜娜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件事难过 只能强压怒气跑回自己的房间 想到塔恩刚刚无事发生地欺骗自己 娜娜委屈地痛哭起来 而此时返回公司的塔恩也心有迷迹 原来就在不久前 正在工作的她突然接到甘雅发来的一段话 让塔恩帮忙离职并说她会很快离开 不再打扰她和娜娜的生活 塔恩以为甘雅想不开要自己 于是害怕出事的她连忙往家短 殊不知这都是绿茶表妹的心机禁谋 目的就是趁娜娜不在 假装柔弱地想要拿下男人 塔恩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发现丹雅安良无事后才放下心来 丹雅心机地撩起衣服 给塔恩看她肚子上的伤疤 称是自己第一次想不开时留下 因为她想让爸爸回到身边 结果在医院躺了一星期 爸爸也没有出现 塔恩听后心疼坏了 丹雅又趁机以退为进 说自己要离开了 因为不想每天就这样 看着她和娜娜在一起 让塔恩可怜她一下 塔恩哪里受得住这种攻势 本就喜欢干雅的她 再也按那扶住内心的冲动 可对方做了不可原谅的凹凸运动 还没完事就突然听到 楼下传来了声音 另外是妻子回来的塔恩 狼狈地拿上衣服离开了书房 来到卧室把刚刚穿的T恤 故意撒上墨水 然后强装淡定走出房间 才来了这么一出满天过海 殊不知娜娜早就对养人有所怀疑 深爱塔恩的她想要挽回着的婚姻 于是决定放弃不定期出差的工作留在家里 上次瓦欣极力挽留她 让她好好考虑清楚这样做是否值得 你不会明白 但是家庭应该是充满笑容 彼此信任 然后互相给予尊重不是吗 瓦欣温柔地拉起娜娜的手 把她带到了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娜娜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在瓦欣的内心开导下 娜娜最终决定工作 去外地参加公司培训之前 她把女儿的饮食起居交给娜娜照顾 定来到丹雅的房间警告她以后要少摊点香水 因为会沾到塔恩里衣服上 心机女怎么会听不懂她发里画外的意思 但还是假装不知情 让娜娜喜欢的话尽管去用 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但是我完全不介意啊 但是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知道不能够分享 那就必不 说完这些后 娜娜让她照顾好家 心机女则痛快地答应 照顾好家就行了 人呢 那就不必了 第二天 娜娜拎着行李正准备上车 丹雅突然跑出来以纯运示威 家和人她都会照顾好的 娜娜虽然无奈 但当下也不得不选择离开 没想到她刚走不久 塔恩和丹雅就迫不及待地 一前一后出了家门 在酒店简单会合后 两人就像正常夫妻一样去逛超市 没想到他们亲密的样子 却被塔恩的前女友慕宁刚好看到 得知娜娜去了外地 看穿一切的慕宁忍不住冷哼一声 没想到却遭到丹雅的报复 趁穆宁不住一时把她买的米衣割开 当她在付钱的时候当众出了丑 晚上娜娜给女儿打去电话 得知塔恩和丹雅早上出门 现在还没回来 身在外府的她心急如焚 不管不顾地放下一切往家赶去 得知娜娜提前离开的娜欣虽然很生气 但还是驱车追上了她 准备亲自送她回家 娜娜本不想麻烦她 但娜欣却担心她会遇到危险 并希望让她非要回家的事情是直短 但等他们回去后 却发现真相却是那么的残忍 本事意料之中的事突然发生 又是那么的难以接受 娜娜怀着沉重的心情下车往家走去 看到两人时 塔恩正在寻找丹雅一落在车上的手机 娜娜问塔恩去哪里了 打了她的电话一整天都没有接 塔恩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什么事啊 此时的塔恩以为娜娜没有什么重拒 还在大声狡辩她没做错什么 试图以愤怒让她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娜娜看她丝毫没有悔意 还抢此夺理 失望地直接说出 看到她和丹雅一起下车的事实 被拆穿的塔恩听到后 瞬间没了刚刚的气焰 不等她继续解释女儿就被吵醒了 娜娜只好先收拾好心情去哄女儿睡觉 哄好了女儿之后 娜娜来到了书房 直接给丹雅下了逐客令 让她收拾好行李 明天早上滚出去 丹雅见状也不装了 甚至说两人根本谈不上是姐妹 第二天早上 娜娜和妈妈一起做饭 看她情绪低落 妈妈关切地询问女儿发生了什么 娜娜紧绷了一根弦瞬间断掉 远不住转身痛哭起人 得知塔恩和丹雅的事后 妈妈很愧就当初做主让丹雅来投靠女儿 但冷静过后 她还是劝娜娜不要太快做决定 以孩子为重给塔恩一个机会 塔恩起床来到餐厅后主动跟娜娜打招呼 但娜娜却不想理她 随后丹雅就推着行李箱也走了出来 全家人只有天真的小达来问她要去哪里 没想到新妻女孩当着孩子的面 说娜娜不让她住在这里 小达学问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娜娜抱歧女儿解释说 丹雅阿姨长大了更适合一个人住 说完把她重新放回餐桌吃饭 丹雅假惺惺地对着众人做着告别 这期间塔恩一句话都没有说 心虚的表情很是那人寻昧 晚上塔恩找到娜娜 试图把伤害降到最低 撒谎说和丹雅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情 但娜娜却无法再相信她 让她如果没有想好对策的话 就先别提这件事了 第二天娜娜没有像往常一样叫塔恩起床 等到塔恩醒来上班已经快迟到了 她着急忙慌地起来穿衣服 却发现没有娜娜的帮助 一切都是那么的手忙脚乱 好不容易整理好来到客厅 又发现娜娜和小达已经吃完了早饭 定没有给她留 塔恩舔着脸想让娜娜去送她上班 娜娜已沉默拒绝了 没办法塔恩只好喝点水垫垫肚子 然后独自开车去了公司 丹雅得知老板要派塔恩和穆林 一起去外地出差时 粗意大发找到慕林逼她说出对塔恩的想法 慕林看她跳脚很是不幸一顾 他严禁公司只是为了抢走塔恩的职位 让她好好隐藏自己的情绪 因为被外人知道了两人的关系 只会加快她抢走塔恩职位的速度 气得丹雅只好又顾忌重拾亲近男同事 塔恩看不下去把她拉到停车场 丹雅情绪激动到脾气不想让她去 为了安抚她 塔恩把她强行拽上了车 带着她回了两人暂住的酒店 晚上塔恩迟迟没有回家 本想原谅她的瑞娜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心情跌落谷底 没想到心机女竟然趁着塔恩睡着之际 给她打来了电话 喂 娜娜姐 你还没有睡吗 你是在等谭哥吗 现在 谭哥太累了 正在我的屋子里睡觉呢 看到表妹发来挑衅的照片后 娜娜心碰得犹如刀脚一般 眼泪向绝地的河流止不住地倾泻而下 压抑的情绪忍不住爆发 把愤怒全部都发泄在手机上 似乎看不见那些画那些图片就能麻痹自己 第二天塔恩醒来发现自己睡过头了时 十分害怕娜娜对她的夜不归宿会胡思乱想 谁知丹雅却告诉她娜娜已经知道了 并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睡 塔恩瞬间觉得自己完了 然而此时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对两人同意时就消失 现在还没上班娜乐纷纷 塔恩的妹夫打电话给妻子 然而妻子也联系不上娜娜 于是跟上斯瓦心请假半天来到了她的家里 没想到却听见娜娜正蹲在地上哭 小姑子塔利没有盲目的偏袒哥哥 反而供请娜娜的委屈骂她是个混蛋 塔恩回来后向娜娜不停认错 求她给自己一些时间 发誓一定会尽全力和丹雅了断 丹雅虽然失望扣顶 但看待孩子的面上 还是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晚上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 丹雅的电话一直打来 塔恩挂掉后她就不停地打 一直持续到晚上 塔恩没办法只好关掉了手机 丹雅听到提示音后直接发了疯 不安感和愤怒遍布全身 第二天塔恩和穆宁一起去外府出差 临行前丹雅缠着不让她去 定质问塔恩昨天为什么不接电话 塔恩被缠得没有办法 还好这时员工进来替她解了眉 于是顺势让丹雅去通知穆宁她准备好了 谭哥让我告诉你她准备好了 你的谭哥准备好了 那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去三天 其实真正工作 我们花一天时间就够 但是继续待在那里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想做点有趣的事情 丹雅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对慕宁的敌视又多了几分 但慕宁为了让她更加招狂 故意拉着塔恩去吃饭 并开向了两人的合照上传到社交平台 丹雅看到后再也坐不住 表情阴森的如临大敌 拿起手机给塔恩打去电话 在慕宁跟前塔恩为了避嫌选择挂断 但捺不住她的夺命连环抠 无奈起身躲到厕所去接 占有欲极强的丹雅质问她在干嘛 塔恩不堪其扰只能承诺晚上给她的电话 然后借口要工作匆匆结束了通话 晚上慕宁喝得烂醉如泥 塔恩把她拂回房间后表示明天会喊她起床 没想到慕宁却让她留下来想和她重温旧梦 塔恩态怀在两个女人之间已经足够头疼 所以果断地拒绝了慕宁的主动 另一边的丹雅没有接到塔恩的电话 于是在关了灯的公司 近乎疯狂地刷新着慕宁的社交主页 小要从中获得一丝一毫塔恩的蛛丝马迹 但都没有结果 再也受不了的她愤怒地来找娜娜 娜娜姐 你知道他们这样吃醋都想吃了吗 说了她会给我回电话 你没有打 娜娜姐 我给你打过来吗 面对丹雅丧心病狂的举动 娜娜觉得她就是个十足的疯子 想要把她赶出去 但丹雅却幻想跟她合作 娜娜受不了了 直接歇斯底里地让她滚出去 没想到丹雅竟然跪在了她的面前 声泪俱吓地让娜娜帮帮她 你说什么东西 你把她按个家回来 我教教你 我的老公 娜娜不想再看她发疯 直接拉着她的衣服把她拖到门外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事 杀人忠心地让她也尝尝这种难过的滋味 而死时的慕宁还在纠缠塔恩 说在超市看到她和甘雅的样子 根本就不像正常的亲戚关系 为什么她可以犯错一次 不能有第二次 塔恩说她一定是最糊涂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后就离开了房间 随后终于给甘雅打去了电话 甘雅情绪激动疯狂录持塔恩的不是 塔恩让她冷静一点 骗她说和慕宁什么关系都没有 然后表示两人以后要更加小心了 因为慕宁可能已经知道她们的事了 如果传到老板的耳朵里 自己的职位或许将会不保 三雅听后更加碰恨慕宁 于是隔天一大早就偷偷潜入她的办公室 林慕张胆地打开她的电脑 把里面的项目报表修改了一些数据 然后再打开一旁的抽屉 拿出一些文件放进碎纸机里 与此同时瓦欣由于担心娜娜 忍不住来到了她的家里 但娜娜要为小达的项内活动准备食物 根本没有时间理会她 直到瓦欣告诉她自己 棚和端眼交往过的事实 娜娜这才冷静了算了 原来就在瓦欣送她回来的那天晚上 就看到了甘雅 而甘雅也看到了 两人曾在纽约的时候交往过 但分手的时候一点都不愉快 娜娜 端眼她现在生病了 她不能控制自己 她的感觉 安情搞得需要 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 某一天她很可能会做出伤害你 或者你家人的事 她会做些什么 缝了四十针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 吵架神六十的 男人出差在外 突然接到小女友的信息 说晚上视频铺发有惊喜给她 紧接着发来一张性感照片 作为钱财太太被 男人心领神会掩饰不住笑意 晚上视频时 心急地询问女友有什么惊喜 你这么惊喜的吗 都不说一声想我啊 想啊 想啊 一整天都在想你 得到想要的答案 甘雅很是满意 决定给塔恩一些奖励 没想到此时 娜娜已经慢慢出现在公司门口 更要啊 没有更多了吗 这哪叫奖励啊 娜娜不可置信地推开门 听着塔恩攀斓地向甘雅不断索取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一面 几天前的承诺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可笑 与此同时塔恩也从视频里看到了娜娜 吓得她直接从床上谈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又是甘雅的计谋 自从瓦辛告诉娜娜 甘雅可能生病了后 娜娜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小姑子塔利 塔利感叹世界之小的同时 又怀疑起了哥哥和丹雅在一起的真实性 以前那是 会不会是她自己心里想的编出来 娜娜心里还是对塔利有所期待 觉得塔利说的有一定道理 当即决定要去找丹雅聊一聊 丹雅接到电话后 本来既和娜娜把自己扔出来不想见她 但转念又有一个恶毒的想法出现在脑海 于是跟娜娜约在了公司 晚上娜娜和塔利准时出现 娜娜让塔利先在原地等着自己 没想到却看到令她心碎的一幕 此时丹雅以胜利者的姿态 一边穿衣服一边走出来 问娜娜来找自己的原因 但看到真相的娜娜已经不想再和她说什么 丹雅趁机在她的伤口耍眼 笑称刚刚和塔恩只是在开玩笑 那些娜娜只不能为塔恩哥做的事情 我愿意为你代劳 娜娜娜不想再过多纠缠 但丹雅却拉住她不让否 不停地质问娜娜想知道什么 她都可以告诉她 娜娜被气得差点站不住 还好塔利放心不下跑了进来 我是把你当作姐姐才愿意跟你共享 如果你不需要塔恩哥的话 正好 我就可以一个人独享塔恩哥了 塔利怒骂甘雅是个疯子 直言不讳地表示就像瓦西说的那样 她已经失去了理智病的不亲 因为正常人不可能这么乱叫 听到前男友这么说自己 丹雅刚刚的盛气凌人转而成了气急待患 看着两人离开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远不住狂叫并开始发疯杂东西 面目猙獰的说那就走着瞧 隔天塔恩搭乘最早一班飞机赶了回来 还想要试图挽回娜娜 那你是不是挨着甘雅 你还挨着我呢 面对这两个问题 塔恩都沉默不已 此时的娜娜才终于明白 塔恩对甘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爱 娜娜你先听我说 娜娜出去出去 娜娜没办法只好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家 银行时小达哭着说爸爸是不是不要她了 塔恩安抚说是去工作周末就会回来 但年幼的小达根本就不相信 说小朋友的爸爸也是这样 其实不是去工作 而是她的爸爸爱上别的人了 塔恩虽心怀愧疚 但最后还是走了 第二天娜娜看小达在玩积木 于是尽自己所能让孩子忘掉爸爸带来的伤害 笑着帮小达去搭剩下的积木 没想到一番操作下来却全部搭错 两个女人在公司公然大打出手 只因其中一个为了让自己的男友爬上高位 设计修改数据粉碎文件陷害了另外一个 穆宁放出狠话会查明真相 而丹雅却还在假装一个受害者 这件事过后穆宁暂时离开了公司 本塔恩也如愿升职加薪 老板决定下个月举办公司晚会 希望到时他能带着妻子参加 说不知塔恩早已和妻子嬷嬷分开 爱上了别的女人 但另一边的麦娜还在为家里的各种支出发愁 小姑子来了后看他这种情况 于是劝他去上班 并拿出上司瓦欣特意给他买的手机 你今天下午请假是要去等那的对不对 是啊 刚好他的 这是一部新手机 我已经帮好了电话卡 号码就在里面 如果他想回来继续工作 那就帮我这次多电话 这是最后的请问 那那不想辜负瓦欣的好意决定回去上班 但这么贵的手机他又不想扣工资 于是想还给瓦欣说自己还有一不就的 瓦欣假装高冷的让他变弃那些保守落后的想法 表示高级销售要有好的装备 而且全身上下都要提高档次 并给他两个星期做出改变 那那没有反驳乖乖答应下来 反等了他一天的瓦欣终于达到目的后 则笑得眼开眉着 随后他就和朋友来到了酒吧消遣 没想到抬眼却看到了塔安和丹雅 丹雅在舞池里摇曳生姿 还以为能再次诱惑到瓦欣 不曾想瓦欣却对他避之不及 眼看猎物即将离开 丹雅干脆来到了他的卡座 阴阳怪气的感叹这个世界真是太小 没想到瓦欣竟然认识那那 与此同时塔安看不到甘雅的身影也找了过来 瓦欣主动站起来跟他打招呼 并说明了和那那的关系 随后就撇下他们快速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 瓦欣忍不住给那那发去信息 鼓励他勇敢站起来重新开始 那那看的镜子中略显苍老疲惫的自己决心彻底改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努力运动让自己有一个好身体 来到服装店给自己挑选合适的衣服 通过电脑学习汽车销售的各种知识 同时还不忘给妈妈和女儿准备丰盛的晚餐 然而反观塔安的收服质量却在一点点下降 丹雅常常喝得酶鼎大醉 吐得满地都是让塔安收拾 而且从来不做饭常常去外面吃货点外满 即使有洗衣机也只会把衣服送去干洗店补手 是某天工作到半夜的塔安想要喝杯咖啡 转身想叫丹雅却发现他已经沉沉睡去 没办法塔安只能亲自动手去做 却看到水槽里堆着满满的餐具没有洗 此刻的塔安助力良久忍不住叹气 思绪也慢慢飞回了有娜娜在的从前 厨房里的餐具永远都是干净凌亮的 早晨醒来永远有一杯新鲜的果汁 吃得不健康时总是会被温柔阻止 晚饭过后往往都有消好的各种水果 只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自己的贪欲而烟消云散 此时的塔安心里不禁闪过一丝后悔 反另一边的娜娜则走进了许久不近的理发厅内 因为塔安曾经最喜欢的就是她的长发 但这次她却想剪掉它们和过去告个别 第二天她换上了新买的衣服来到了公司面试 瓦辛看到时忍不住上下打量她 毫不吝啬地夸赞她变得很不一样 然后为了让娜娜觉得不是靠自己的关系才得到的工作 还给她安排了别的面试官面试 并提前按示同事能录取她 然后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看着她再一次笑容晚面 娜娜走出来时面色有些民众 娜欣还以为她面试没有通过 谁知道娜娜却直奔旁边的垃圾桶 然后脱下了脚上的红色高跟鞋 说自己已经不需要了 而且她也不喜欢红色 我要用自己的钱买刷新的鞋 我的面试通过了 听到娜娜面试通过 娜欣打心理替她开心 追着她直到楼下 宠溺地问她不穿鞋是在发什么神经 娜娜说塔利一会儿会来接她 娜欣这才放下心来准备离开 没想到娜娜却叫住她感谢她发的那些信息 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和帮助 很快就到了塔安公司的晚会时间 詹雅兴奋地拿出两件礼服想要一起出席 没想到塔安却表示带她却并不合适 詹雅瞬间变脸说不想再这样下去 发了好一通脾气后拴门而出 塔安则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娜娜打去电话 娜娜想到小达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麻烦她 于是没有犹豫地直接答应了 新金女在宴会上故意拉下自己的拉链 然后跟好感她的男同事贴身热舞 没想到下一秒礼服直接滑落 大片雪白的肌肤露了出来 原来就在前一天 被丈夫被叛的娜娜正在和上司娃欣试车 没想到渣男前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娜娜本想完事后再给她回过去 不曾想电话想个不停惹的娜欣心烦 为了给娜娜打抱不平 娜欣直接拿起电话接了起来 能让娜娜接电话吗 她现在正在开车 一会儿打给你可以吗 求问你是哪位啊 我好告诉她 那麻烦你告诉她一下 让她待会儿回个电话 啊是塔恩先生吗 我是娜欣 那天晚上我们见过面的 话完电话后 娜娜生气娜欣自作主张管她的私事 但另一边的塔恩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还被一旁听完全成的妹夫忍不住嘲笑 娜娜和娜欣来到咖啡厅 娜欣一打往日的霸道试探性的说想当娜娜的朋友 定位刚刚的举动道歉 解释说真的在酒吧看到了塔恩和妹的女人 娜明白她是为自己好 所以没有再放在心上 反而放心地把自己明天晚上要去参加塔恩的宴会告诉给了她 表示自己虽然不想去 但想到孩子还是要装装样子 娜欣再次重复了刚刚的问题 我可以成为你的另外一个朋友吗 那你想听一些朋友的建议吗 每次和她见面 一定要看起来获得更好 让她心里觉得不好意思 让她后悔 娜娜听了娜欣的话 身体已顿时充满了力量 不仅如此 瓦欣还为娜娜准备了一打象征身份的名片 并把自己的高级跑车借给她撑场面 有了这些东西的强大家持 娜娜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当初那个只会围着老公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如今已经成了上流社会的高级白颖 塔恩瞳孔地震的同时不敢相信娜娜的改变 一旁的心机女甘雅被抢了风头怒目而始 娜娜游刃有余地拿出名片递给塔恩的老板 举手投足间都体现出了自力强大的高知女性的态度 塔恩听着老板称赞娜娜 一时间尽得意忘形 把手放在了她的腰间 还好娜娜身体前倾巧妙躲开了 塔恩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甘雅就又找上了娜娜 嫉妒上头的她死死盯着眼前比自己优秀一百倍的女人 然而娜娜却丝毫不惧地回击 如果你一开始就这样打扮的话 坦哥估计也不会掉下我的怀抱了 我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 这位老风不会很难的 甘雅被气得一时说不出话 猛得上前狠狠抓住娜娜的手臂 但娜娜却风轻云淡地表示塔恩已经不是她想要的人了 如果甘雅喜欢的话就尽管拿去 而且她永远都是合法的妻子 甘雅只不过是只会抢夺别人东西的贱人罢了 说完直接甩开心机女的手并给她最后一击 语气轻柔地讽刺她今晚的礼服实在是不好看 被羞辱的甘雅看着塔恩和娜娜在扮演好夫妻 不甘冷弱的她咽不下这口气 为了重新吸引塔恩的目光拉着男同事走进了舞池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还好塔恩听到周围的尖叫声及时跑了过来 这甘雅披上了衣服 娜娜为了顾及塔恩的面子 善良地替甘雅打着连场 但甘雅被塔恩带出来后却还在不依不饶 把今天这丢人的一幕归结于塔恩不肯承认两人的身份 并大声嚷嚷着要把他们的关系公之于众 没想到这番发却被稍后赶来的娜娜和老板苏查听到 甘雅索性破罐子破摔 当着苏查的面出言侮辱娜娜离开了塔恩之后 火速换了新发型和新老公 她把自己做过的龌龊是说成是跟表姐娜娜学的 苏查了然于心地让塔恩把甘雅先送回去 然后对娜娜说这一切的结果 一定是塔恩先后悔 事实也正如她所料 塔恩觉得甘雅做的事令她恶心震惊 大声喊得再也受不了了 但嗅到危机的丹雅却还在不停发疯 塔恩被缠得头疼失手推了推 没想到丹雅竟然丧失礼智般力声尖叫 丹雅睡着后 塔恩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此刻的她无比后悔当初的选择 丹雅的强烈情绪和过激举动也让她心力交瘁 然而这些苦果现在她又不得不亲自咽下 遭到丈夫的背叛后 与人忍无可忍选择了分开 但看到几天后就是父亲节 不急孩子的她还是打给了对方 两人约好晚上在家里聊 没想到却被导致家庭扩碎的三姐听到 为了阻止塔恩回家 丹雅假装从摩地上摔了下来 被公司的同事送去了医院 塔恩得知后只能先放弃回家 转而去了医院 女儿小达在门口一直等着爸爸 一直到深夜也不见她来 伤心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塔恩起了个大早 在上班之前特意回了一趟家 解释自己昨晚不能回来的原因 娜娜不想听她的理由 不停地干着手里的活 没想到这时又收到了丹雅的挑衅信息 她生气的同时也不该示弱地回击 拉着塔恩故意拍了一张全家符 并发给了丹雅 没关系的 不需要别人转单 她自己会来 丹雅看到后果然气急败坏地 给塔恩打来了电话 在那支走女儿索性夺过电话接了起来 塔恩她现在没后 她正在跟小达吃饭 你有什么要转告的 话完电话后 娜娜通知塔恩这个中午下午小达的学校会有父亲节活动 对孩子很重要让她准时参加 塔恩求娜娜先不要对她死心 再给她一些时间去整理 但娜娜已经不想在她的谎言里欺骗自己了 只想让她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隔天丹雅趁着娜娜去上班 来到了别墅跟娜娜的妈妈宣布自己已经怀了月 希望她能劝一下娜娜跟塔恩尽快离婚 娜娜得知后也终于不再想着去挽回 心里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和塔恩彻底了结 父亲节这天 丹雅得知塔恩和娜娜要去学校给孩子过节 极度心作祟的她不停打着塔恩的电话 对剧接后竟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完事后分别给塔恩和娜娜发来了视频 娜娜担心她的安慰于是给塔恩打电话 让她先去照顾班牙 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向女儿解释 到了送爸爸发环的环节 小达看着周围的孩子 都有爸爸可以送了 她就那样呆呆地站着 委屈地不敢哭出声来 孕一天的班牙虽然出了很多血 但好在没有伤到大动漫 医生建议塔恩之后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 晚上娜娜来到医院 把小达边的花环交给了塔恩 并试问干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 此时的塔恩一脸疑惑不知道哪里来的孩子 娜娜就把她昨天去家里逼着她离婚的事情说了出来 塔恩信以为真 但又不想跟娜娜彻底分开 表明态度说自己不宜 此时甘雅突然醒来 听着塔恩纠缠娜娜后故意喊她的名字 娜娜也趁机离开了病房 塔恩试问干牙为什么怀了孕还想不开 没想到干牙却说自己并没有怀孕 而是为了让娜娜和她赶紧离婚 还幻想两人分开后能住到娜娜和小达现在的别墅里 但塔恩却明确地告诉她不可能 并警告她以后如果还想在一起 就不要再这样撒谎 我会死查着你的 查到你发疯 谁都别想要躲着我 随后塔恩回到曾经的家里 此时的她无比后悔跪在地上不停地向娜娜道歉 声泪俱下地想要修正自己犯下的错误 但娜娜却不想再这样纠缠下去 几天后塔恩和娜娜收拾妥当 在妹妹和妹夫的见证下离了婚 结束了这一段令人痛彻心扉的婚姻生活 塔恩把别墅留给了娜娜 小达以后也跟着她 男人爱上了比自己大几岁的单亲妈妈 还给了她一份高薪的汽车销售工作 只是碍于她和丈夫一直分居还没有离婚 所以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意告诉给 这天娜娜正在给一位老板介绍跑车 娜欣透过窗户看到她那堆满笑语的脸 心里不由地醋一横生 猛地拉上百叶窗生起了闷气 等到娜娜进来递交文件让她签字 娜欣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你刚才的微笑 有些多啊 哪个秀秀不是保持微笑的呀 隔天娜欣带着娜娜一起去见扣子 完事后他们各自分开回家 没想到刚走出几步就看到双方都手持一个汉堡 在狼吞虎咽的吃着 两人不由地相视而笑 娜欣索性邀请娜娜一同吃饭 没想到正吃着她突然被牵到了 娜娜本想摇铃叫一下 服务人再给她倒一杯水 她总想娜欣却毫不避讳地 直接端起她的喝了下去 娜娜忍不住笑出声 并提醒她嘴巴沾了杯子 第二天娜娜在跟娜欣会斗工作 娜欣却突然叫铁鱼 表情不自然地捂住腹部 娜娜立马从车上拿出了 自己做好的饺子给她 原来就在前几天 娜欣因为早上没吃饭而腹痛的情况 被娜娜看在眼里 心思细腻地她特意多做了一份留给她 几天后 照顾塔恩跑到店里 强硬地拉着娜娜想要试图挽回她 但娜娜却对她背叹自己的行为和失望 这时娜欣走过来凌米按理地表示 让塔恩对娜娜放尊重点 娜娜也趁此机会挣脱了塔恩的束缚 不久之后 心机女就找上门来告诉娜娜的妈妈 她已经完毫了 希望她能劝劝的那尽快和塔恩离婚 她拉脱至这个消息后 想到心机女三番两次的挑衅 和塔恩恋不白色的女次撒谎 最终选择放弃扎兰能婚做一类当亲妈妈 之后她努力地让自己振作起来好好生活 闲暇至于会做些美食发到社交平台 没想到却收获了很多关注 她坚强的性格和乐观积极的态度感染了很多人 从而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这其中就包括塔恩的前女友慕霖 慕霖看到娜娜的直播后 深感她已经脱胎换馈 迈她本人也在离开原来的公司后 成为一个线上杂志的时尚编辑 她觉得娜娜非常适合 来她这里做几期节目的专栏主持人 趁着休息的困到 把一些正能量的理念带给大家 于是便从塔恩那里要来了她的电话 把她约了出来 但娜娜却担心这样没有时间照顾女儿 不明建议她可以把孩子败到免购金 娜娜想到要养女儿今后还需要很多费用 于是便答应下来 没想到节目一经播出就大受关系 娜娜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人气主持人 与此同时她也没有忘掉自己的本职工作 那天娜娜被特户要求请吃饭 把心不放心眼跟了过去 结果分了点酒开不辆车 于是就让娜娜把她送回去 而且还要她明天早上来接自己 娜娜没办法只好医了她 第二天赶到娜欣家楼下打电话给她 没想到娜欣刚说几句就虚弱地倒了下去 娜娜只好找来了管理人员开锁 等到她焦急万分时 娜欣强撑着身体开了门 然后若无其事地和娜娜一起去公司开会 你的身体感觉好烫啊 那我们先去看医生好吗 此时娜娜的电话响了起来 原来老师告诉她孩子从鞦韆上摔了下来 把心迅速接过电话了解小达的状况 定让老师先叫救护车 然后偏下合作商和娜娜赶去了学校 等到她把孩子抱上救护车送去医院 还在不停地安抚着娜娜一定不会有事 这个名叫塔恩的男人刚离婚 公司就来了一个漂亮女助理 老板还特意交给她来带 没想到女助理的出现却引起了信任女友的不满 以前的她在公司里是最漂亮的 身边时常围着一群男人风头无聊 但是自从女孩来了后 那些男同事嘴里讨论的就不是怕了 这一转变可料虚荣心爆棚的丹牙很不爽 尤其在看到塔恩带着女孩出去见客户时 敏感多疑的她更是对着其他同事发起了脾气 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塔恩现在是她的丈夫 而塔恩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就去了学校接女儿放学 没想到却被老师告知孩子从秋千上摔了下来 塔恩急匆匆地打去了医院 听到前妻娜娜说孩子缝了十四针后担心不已 随后塔恩留在医院等待 娜娜准备开着她的车回家拿换洗的衣服 此时丹牙打电话来查稿 当得知晓达出了意外时 心机女竟然打电话给娜娜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养孩子 还非得让我到老公去帮你养 甘雅 她是孩子的爸爸 这点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的孩子现在怎么还不去死啊 甘雅 你给我闭嘴 甘雅诅咒孩子的话彻底臭极了娜娜的鼻线 她气氛的折返回去让塔恩离开医院 并让她告诉甘雅以后不要打电话过来 如果她再对孩子口出恶言的话 那塔恩以后将不会再见到孩子 塔恩回家后置问甘雅对娜娜说了什么 没想到丹雅却先发致人地扯上了别人 斥责塔恩不仅和前妻断不干净 还基于新来的女同事 塔恩觉得她无理取闹 两人大吵一架后再一次闹得不欢而散 两天后 医生告诉娜娜小达恐怕要在医院过新年了 因为她的上司瓦心在抱孩子来的路上 已经得了甲型流感高烧41度 并把病毒传给了小达 娜娜听后连忙戴上了口罩好怕自己被传染 瓦心看她这个样子也不禁被剁笑了 医生给小达打针的时候 小孩子怕得大喊大叫 随后娜欣拿着硕大的玩具熊出现 又矮然可亲的语气跟小达道歉把病毒传染给了她 小达接受了她的礼物选择拉钩原谅 这真娜娜在娜欣的病房里 突然进来了一个中年女人 而她正是娜欣的妈妈 娜娜把时间留给她礼貌地退出了病房 没想到妈妈一眼就看出娜欣喜欢她 还戳穿了娜欣病好的差不多了 只是在为了娜娜拖延时间而已 一是鼓励儿子不要在乎世俗的眼光勇于追爱 另一边塔恩终于蹲着妹夫成功来看小达 当着孩子的面 娜娜没有说什么 趁着塔恩在陪小塔恩 她拿着包好的饺子准备给瓦欣送去 等电梯时遇到了小姑子塔利 塔利不敢相信两人的关系 竟然发展到了可以吃她做的饺子的程度 忽悠地对哥哥是否能追回娜娜表示担忧 两人来到病房后 娜娜发现没有餐具便走到前台去找 没想到却空到了塔恩 我们聊一聊 你对娜娜很漂亮很有魅力 又很强熟 你自己不能知道吗 那要怎么样 很快就到了新年 丹雅在茶水间无意中听到新来的女助理和老板关系亲密 于是等到对方进来时忍不住嘲讽 并警告她离塔恩远点 但对方明显跟她的段位不相上下 看着丹雅那怒火中烧的眼睛女助理很是得意 临走前还要犯贱地再问上一句 如果只是和塔恩来问的话可不可以 气得丹雅直接抄起一杯泡面就扔了过去 然后这一举动也彻底惹恼了女助理 她谣言一定会和丹雅争暴力 气得丹雅直接和她打了起来 最后有同事进来两人方才停手 晚上塔恩本想参加完公司的跨年晚会 就去医院跟娜娜和小达一起过新年 没想到这时与助理邀请她跳舞 塔恩不好推辞只能在丹雅的眼皮底下跟她走进了舞池 丹雅虽然嫉妒得发疯但也不好发作 天天女助理背了气她直接还上了塔恩的脖子 丹雅再也受不了了 三步并坐两步走上前叫停了两人 不曾想女助理放开塔恩后竟然给了她一个猝不及防的吻 甚至阴阳怪气地叫丹雅大田 丹雅压抑的情绪瞬间爆发 咕咕在场人的目光静止地朝着米柱里冲了过去 拉着她直接反复地按在晃高上 色无忌惮地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周围人见状连忙上去 好不容易才拉开了她呢 还扔了她给女儿准备的新年蛋糕 塔恩冷无可忍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丹雅这才冷静下来哭得声泪俱响 塔恩不忍心俯下身把她揽在怀中安慰 隔天两人就因为得罪老板并给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被双双解过 塔恩主被带着丹雅搬进狭小公寓之中节省开支 当过怪了优越生活的丹雅不甘心屈居漏实 想要让塔恩改变主意反被她数落之所以过上今天的日子 完全失败她所赐 与此同时 前妻娜娜却收获了属于她的爱情 被上司瓦欣在快连夜申请告白 我喜欢你娜娜 只是现在的娜娜粉害怕走进另一段感情中 表示她还没准备好 娜欣不强求她立刻做出决定 只是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心意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这时女儿的老师却说她在学校欺负同学 把对方的铅笔盒扔出了窗外 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另一个孩子老师炫耀铅笔盒是她怕的门的 所以不经意间触及到了女儿的内心 为了不让她成为问题小孩 娜娜上网找到了一个心理专家前去报份 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娜欣的妈妈 她建议娜娜要考虑到孩子的心情 都让塔恩出现纠正她的家庭观念 并直接入宫瓦欣告诉娜娜下次来的时候 可以让瓦欣直接带着孩子过来 娜娜听了她的发后打电话给塔恩 塔恩也尽力承担起了一个父亲应付的责任 趁着失业阶段有更多的时间去接小达放学 还带着女儿来到车面找娜娜 小达对把病传给自己的瓦欣叔叔很有好等 当瓦欣和塔恩在见面的那一刻也在暗暗较劲 只是最后看着娜娜跟着塔恩离开时心里难免会难受 隔天塔恩先送娜娜去录制节目 后又带着小达去动物园玩了一天 晚上娜娜告别塔恩带着小达回到家后 却发现客厅里多了几个行李箱 甘雅不笑若不笑地下了楼 宣布未来她要和塔恩发回来住 娜娜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还未走远的塔恩 塔恩明确地告诉她这个房子是娜娜和小达的 他们没有资格住在这里 想不到甘雅竟然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娜娜的妹妹 她不会忍心看着妹妹和妹夫在外面受苦吧 娜娜忍不了怒罢甘雅脑子有病 叫她去看她医生 塔恩也偏尽全力把甘雅匪带走了 为了不让甘雅再去找娜娜个麻烦 塔恩决定搬去外匪钉座 定承诺小达中落的时候会回来看她 而娜娜和娜娜的爱情也在慢慢发展中 娜娜还申请让娜娜成为公司的代言人 因为在她看来娜娜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女人 表人约好去餐厅的路上 不仅想起了以往一途吃饭的场景 你还特意点了一杯饮料 那娜娜害羞之际走错了路 娜娜一把抓过她的手扭转方向 没想到却遇到了来这里面试的塔恩 塔恩心里虽然不好受但也没资格再说什么 回到家后又要面对甘雅的无理取闹 塔恩想要带她去外扶她不肯 只能无奈地说那两人只好暂时分开住了 甘雅以为自己要被淘气 故意精心打扮一番开了直播 比第三者的身份装可怜 说塔恩把财产都给了前妻娜娜 什么都没有给自己留下 被以为可以博取一波同情 以日论压力逼迫已经出米 跟娜娜绕出房子 没想到却遭到反噬 广大网友基本都站在娜娜的角落 对丹雅家已更激痛挽 就连三楼买个饭 老板娘看见是她都不卖给的 赶走后还要狠狠脆上一口方才解恨 身受牵连的塔恩头痛不美 只好先住到了妹妹家里 丹雅患得患失神经病发作 竟然打电话给小达的学校 以小达阿姨的身份接走了她 娜娜得知消息后急得都快飞了 她打电话通知塔恩后 就和瓦兴一起迅速结束了 代言人的面试打去找女儿 我要让你们也感受一下 等待一个人是有多么的痛苦啊 还想让你们知道 如果失去最重要的人 或是什么感觉 娜娜听到小达的空声心揪得更紧了 不过也从丹雅嚣张的直言片影中 黑色出两人形怎能身处在游乐园之中 把心给朋友打电话 拜托她搜索附近的商场监控 最后终于看到了两人的身影 小达哭着扑进了娜娜的怀抱中 娜娜也精密地安抚着孩子的情绪 稍微冷静下来后 娜娜终于忍不住走上前 狠狠给了丹雅一巴掌 心经理还没撒婴过来就又挨了一下 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直在狡辩自己对小达什么也没做 殊不知对于一个妈妈来说 孩子离开的视线即使没受伤也是万般痛苦 把心劝塔恩一定要离开丹雅 否则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别的事 并给他看了丹雅曾经给自己留下的伤疤 塔恩回去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丹雅在一旁唯唯误诺诺地讨好想要和他一起走 没想到塔恩却留下一万块钱要和他分手 丹雅苦苦哀求他不要这样做 最后看无尽于事又放出狠话 说他日后一定会后悔的 塔恩没有再理会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曼谷去了Wife 没想到几天后丹雅竟然阴魂不散跟着他来到了这里 还设计硬屁成了他的同事 为了彻底和丹雅断绝关系 塔恩决定服从领导的安排选择去中国分开丝发展 等到他告别娜娜和小达坐上去飞机场的汽车时 得知真相的丹雅又不死心地追了回来 在车后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塔恩的名字 离开塔恩后丹雅还是不安分 火速搭上了一个外国有钱了 没想到两人的事情被男人的妻子发现把他扑得半死 娜娜接到电话后赶到了医院 看到他这个惨样子同情心泛滥 不计前嫌地替他付了医院的一切费用 丹雅醒来得知真相后悔不当初 明白谁才是真正爱她的人后 忍不住流向了悔恨的泪水 出院后迫于生计卖起了自己穿过的衣服 最后也没脸见娜娜只能选择偷偷溜回了美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娜娜的美食节目人气越来越高 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主播 虽然和瓦西的感情发展迅速 甚至小达都把他当成了可以代替爸爸的存在 但在外人面前 娜娜一直没有承认两人的关系 瓦西忍不住问她是不是还是害怕决爱 即使自己给了她那么多信心 面对这样的问题 娜娜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知道和瓦西在一起很开心 但如果现在说喜欢的话 她很怕是一时寂寞时产生的想法 瓦西真诚地表示她愿意等 而且无论结果是什么娜娜都不会失去的 为了给她足够的时间 单间去思考 瓦西直接把店里的工作转交 给她选择去别的地方散心 这期间她都会把一些动态 发到社交平台的照片墙上 如果娜娜想她的话可以去那里看看 转眼一年过去 小姑子塔利生下了一个儿子 塔安特意从中国赶回去祝贺 没想到就听到了瓦西给娜娜发来的视频 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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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过去的这一年里 娜娜对她的思念 定没有随着她的离开而消散 反而更像尘封的烈酒愈加浓烈 娜娜终于放下一切拥抱 瓦西炙热的爱 拿起手机忍不住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瓦西看到这条消息后瞬间激动 如果你想我了 那这时候伤我呀 没想到乐极声飞被照顾你 手机也摔进了水沟 屏幕那边的曼娜一直收不到回事很多次 直到几天后的一次复外活动 曼娜作为人气主播 要和台下的两位观众互动 没想到失联的瓦西却突然出现 我还是会感到害怕 但是 我想要尝试去爱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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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